这只被打扮成龟城下的拉布拉多叫虾仁 这只被装扮成大耗子的科技角厨三 还有这只被半座版片子鱼的柴犬叫出我 它们应该是全网最倒霉的狗了 只因它们有一个非常喜欢整活的铲屎官 每天早上三只狗狗都不会想到 自己在新的一天里即将变成哪些物种 有时候可能是海底生物 有时候可能是工地专用车 拥有了一辆全线半瓜 看这么长 有的时候还有可能是金刚葫芦王 喜欢整活的铲屎官 每时每刻都在不停的研发各种新奇特装备 一旦这边做出新的东西来 马上就会给狗狗们安排上 以供自己娱乐 又买三台排污车 就专门接那个通厕所的抽粪的那个活 就各种井盖的厕所的 还有那个养殖场的啥的都可以联系我 三只狗狗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每天七杀二变的生活 不管铲屎官怎么折腾 他们都始终保持了一个乐观的心态 愿凭铲屎官怎样摆弄 狗狗也都乖乖的一动不动 极力配合铲屎官 哎我去 这不纯纯多巴胺穿大吗 看着色彩 看着洞洞鞋 哈哈哈哈更加海豹了 咋在那边打起来了 你说 哈哈哈 不仅如此 就连蝉屎官的妹妹也没能幸免一难 经常要跑出来客串蝉屎官剧本里的各种角色 东海龙宫里打扫卫生的虾兵鞋酱 这个虾兵主要就是负责东海龙宫的保洁工作 你看这兵器都在手里呢 正准备近时的巨型打仓 有点讲究卫生 吃之前还洗洗脸 搓搓手 要吃了要吃了 他马上就要开始吃了 还有动物园里喜欢蹲着的雌性狮子 这俩狮子怎么看着五脊六瘦呢 没什么事干什么 蝉屎官也是脑洞大开 总有想不尽的点子 来整活三只狗狗和他的妹妹 凭借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这一度让蝉屎官迅速的走红网络 吸引了众多网友前来围观 有粉丝调侃道 三只狗狗跟了你可算是遭老罪了 还有的网友说 要不是总看你的视频 我都以为你是个变态 不得不说 这三只狗狗摊上了 这样一个喜欢整活的主人 也真是够倒霉的了 快看人家腿最短 那个还搁这网绸钻呢 还以为我没发现 不行了 不能再放了 这个马上要磨搏了 再放就练死了 再涵了 好 很快看人家腿患了